各位鄉親時代大家好 我是蘇貞昌 昌昌昌 南北台灣有一千萬人 如果發生核災 台灣就去一碗路 頂去問國 所以核市場十堆不能再去 三階天然氣就是要用天然氣 來來替燒土壇 空氣才不會有汙涼 發電如果要順利 三階就不能停 國體安全標準的美國豬肉 美國人已經吃了幾死人都要全部的事 我們如果要加上世界無法組織CPTPP 我們如果要跟世界跟美國做成立 就要用國際標準 外國接的來抗議 公道跟台穿白做會 這樣投票就要投到黑暗米 我們絕對不能同意 年底市的公道 決定台灣的未來 拜託鄉親時代 市的都要不同意 不可以讓國民黨再亂下去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感謝 感謝 就像我們沒有像民進黨 有國家的資源可以動用 所有國家的力量 甚至公堂來做宣講 那我們只能用 這樣子的小螞蟻對大怪獸 我們用螞蟻熊兵 用人民的力量對抗阿爸的政府 一二一八平公投 一二一八平公投 四個都同意 台灣更美麗 四個都同意 台灣更美麗 四個都同意 台灣更美麗 你怎麼看說現在的公投民調 好像有被逆轉的這樣的一個趨勢 今天好像還有幾個民調要公布 大家拭目以待 但是我們全力以赴 我據我所知道的話 現在就是三個公投的案子比較穩 那有關核四的議題我們還要加油 那我們會持續的在全國各地 尤其從北到南再持續的宣講 總是我們一定全力以赴 就像我們沒有像民進黨 有國家的資源可以動用 所有國家的力量 甚至公堂來做宣講 那我們只能用 這樣子的小螞蟻對大怪獸 我們用螞蟻熊兵 用人民的力量對抗阿爸的政府 如果浪費人民納稅錢 用國家的公堂來做政黨之師的 所謂公投的宣講 或者是來為萊克多巴胺來宣傳 我覺得這樣的政府實在是無恥至極 如果連在野黨或連立法院 都沒有辦法監督的話 那還要立法院幹什麼 那立法委員至少要表達一些抗議吧 那目前審查預算的時候 把預算用來為一黨之師 如果連立法委員都不知道抗議 這樣的立法委員到底要幹什麼 我覺得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也要站出來 至少要要求政府不可以 用公堂來做一黨之師的宣傳 今天那個徐旭東董事長在媒體投書 他說很擔心兩岸的關係會影響就是投資 你怎麼看 一個政府如果讓自己的小孩 讓自己的這個企業 沒有辦法受到保護 而每天只會喊殺喊打 又沒有辦法創造好的投資環境 對兩岸我們整個貿易程度不斷的提升 整個的貿易順差 金額又不斷的擴大 無能去解決這個問題 又保護不了台商 只會用板中抗中製造台商的困擾 我覺得這樣的政府 真的是不負責任的政府 民進黨至少要溝通 至少要替我們這些台商解決一些問題 保護我們這些所有台商在各地的投資